大家好,欢迎来到点新闻,我是张云飞,在香港语音一集点试成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与内地房企相关的动向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最近有市场消息指,金融监管部门正起草一份房地产企业白名单 涉及50家房地产开发商 彭博指,碧桂园,远洋地产,续辉控股等在列 相关议题,我们请到了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希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带来点评分析 两位好,我们观察到受到房企白名单的影响 上周港股内房股整体强势 请问卢先生,您如何看待此消息后续的走向以及对市场的影响呢? 我认为一方面是受这种消息的提振 资本市场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我觉得更多的是为市场注入信心 因为目前的这个市场状况 大家也可以看到 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包括信心是不太足的 那么也非常期待管理部门出有效用的 或者说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这些政策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这些举措其实对于后续的一些解决实际的债务问题也好 对于后续的一些房企的融资问题也好 都会有相应的出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有一些现实的问题 或者说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可以被有效的化解 那么然后呢 就是更重要一点 其实对于尤其是这一部分的公司 很多都是上市公司 背后呢 还是要注重一些资本市场的表现 资本市场的这个走强 也为后续的融资等等 也是能够间接的提供蛮多的帮助 好的 房企白名单如果出台 那么对房地产企业及行业的影响 卢先生 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估呢 这个目前的这个白名单的话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 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出入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类似于 就是出现在相应白名单的这些企业里边 跟他们规模差不多的 后说一些债务状况比较类似的 也有比较好的这种解决出路的话 那我相信不排除白名单 还有进一步扩容的这种可能性 第二点就是对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 这个白名单也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指引方向 尤其是对于一些金融机构来说 这个可能对于未来的一些处置的手法 或者说这个有一些倾向性的这种选择 那么对于白名单的话 这些企业应该会获得比较有利的 是一些资金方面的这种融通自取 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肯定是有比较好的化解债务上的压力 然后就是对于后续的这种发展 应该是说至少短期来看是解决一个燃眉之急 那么对于潜在的可能出现一些债务上的违约 是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应对的方法 那么对于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投资者 最重要一点就是对于市场的一些消费信心 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提供这种信心上的这种帮助 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实的消费当中 买家有一部分人是犹豫不决的 就是主要还是担心后续的 一个是交房问题 第二个就是房企会不会出现一些债务的这种问题 其实债务的问题间接的也会对于保交付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可能对后续的这种对于房企的信心 对于产品的信心它会有一个加强作用 是的 如果白名单未来真的正式发布 刘先生您认为对相关企业及行业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那么白名单这个发布时事 对于房企单行业及企业的影响 我们认为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管部门将对白名单50家房企 基于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 此前三部门召开座谈会 对于正常经营的房企单企业 不惜贷 抽贷 断贷 继续用好第二支键 支持民营房企单企业发展融资 支持房企单企业通过合理的资本市场 进行合理的股权融资 那么对于在白名单的房企 金融机构在信贷 债券和股权等融资方面 将基于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支键支持房企融资 将再扩容加厉 其二标志着防范化解房企单企业风险 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果白名单落地 金融机构支持扎实的落实 房企单企业流动性 较有力的缓解 房企单企业风险蔓延 标志着防范化解房传企业风险 进入了新的阶段 好的 此前内地也出台过类似的白名单 那么这次再提这个概念 您认为其中的不同是什么呢 之前年初的时候 金融监管部门也说过 在改善系统中央性优质房企的资产负债表 也有一个白名单 那一个名单主要就是系统中央性优质房企 这一次的50家白名单与上一次有不同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这次白名单具有系统中央性 也就是说有交大行业影响力 衡量系统中央性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规模 比如销入额 资产规模靠前列的房企将列入白名单 二是淡化企业性质 英国企业民营房企 以及混合所有企业均会在列 近期多个中央会议也指出 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性质企业合理融资要求 为落实会议精神 那么这次的白名单也会支持 各类性质的房企 所以各类性质房企也将会均会在列 三是个别出现房企 也可能会列入白名单 部分资产优质 专注经营 在五层主区的重大进展 在行业有交大影响力 那么这些出现的企业也可能会列入白名单 好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内地提振房地产的措施不断 比如早前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联合召开座谈会 强调各金融机构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这被认为是房地产支持政策重点的转变 也就是说关注重点似乎从保交付转移到了解决房企融资的问题上 那么陆先生 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三个部门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以往有些不一样 应该说是给更多的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这种意见 或者是说敦促这些金构落实相应的做法 那么缓解企业的这个债务压力 这个说跟以往上比有更多的这种积极的引导意义 好的 另一方面我们留意到上周农创中国境外资产重组正式生效 成为了内地第一家完成境内外债务重组所有流程的大型房企 刘先生 您认为这对其他面临债务重组问题的房企有什么借鉴意义吗 关键就是在于这个解决债务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手段 对于其他的这个房企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然后呢 其实对于市场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提振信心的这个效果在里面 因为前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的 对于不同的房企也有不同的这个传闻 那么导致投资者市场对于他的这种信心不足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很多房企它的风险 它会一一化解的这个背后呢 那应该也不会出现类似于恒大 或者是碧桂约这样一些 这种大级别的这种大企业 出现一些风险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 都在足够的化解处理当中 那么对于后续的这个市场 应该是说有一个稳定信心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的那刘先生您认为融创完成债务重组 对其他房企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融创债务重组的成功 对其他出现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一在方式方面以债转股或延长债务期限 债务直换可转换拽券等多种方式 进行今晚债务重组 其二呢就是在态度方面 比如坚持积极的自救 展示出债务重组的最大诚意 保持高管团队及经营管理的稳定 这些能够增强投资人信息 有利于顺利的推进债务重组 好的另外还想问问刘先生 对于房企来说 在债务重组取得时间窗口期后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真正的能够解决他们的危机呢 对于债务重组完成后 企业需要尽快的恢复正常经营 债务重组是以时间换空间 对于出现企业而言 获取宝贵的时间后 仍需尽快恢复正常经营状态 改善经营现状回归正轨 那么具体来说 七一盘活存量项目 保交楼 对于现存的停工项目 出现房企需尽快赢资方 确保项目的顺利建设施工 保障基石的交付 当前保交楼依旧是房企经营的底线 国家已出台各项政策给予支持 在政策的利好支持下 出现房企需抓住机会 积极开展复工复产 逐步恢复正常经营 其二 加快销售促回款 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出现房企并抓住 英诚试测的窗口器 加速布局 实施交好的项目计划 快速回笼资金 只有持续的销售回款 才能保障现金流入 是的 那么卢先生 您认为 目前面临债务危机的房企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除了这个融资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这个债务压力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还是企业要回归到自我回血的这样一个通道 说到底 就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销售 销售端是不是有很好的这个起色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一些方式方法的话 我觉得尤其是营销层面应该给予更多的这种支持 去想办法去引导大家进行消费 我觉得关键一点 这个自我回血功能能够顺畅的这个链条 给顺畅的这个盘活的话 我觉得要比债务的这个解决的这种方式 更有效一些 或者说更能够自我掌握一些 因为债务 因为这个融资只能是说外部的给你一个帮助 这个自我销售 自我回血 才是真正的比较长久的这样一个出路 好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是他们十分关注的要点 对于内地房地产市场 卢先生 您预计未来的走向会是如何呢 现在房企还是通过高周转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运营运作的 那么归根接底的问题 一旦销售的问题能够顺应解决了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他的这个难易程度相应会降低 并且一旦销售的这个环节资金回流能够保障的话 我倒是觉得整体的这个各方面的压力 它自然而然的它会有一个减轻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 或是下载点新闻APP为我们按赞 我是张云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